晚上九点钟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 我是杨兆 在最近的这段节目当中 我们会在杨兆谈书 为大家直播一个专辑 那是日本的作家 四胖田权宴的专辑 在台湾 四胖田的名气不是那么高 不过他在日本 真的是一位非常重要 而且极有成就的作家 他是当代比较文学 电影史漫画论 符号学各种不同的方面 都曾经写过重要书籍的一位作者 也是 范围很广 在日本出版的超过了100本 那我们看到 台湾黑眼镜文化 最近为四方天全院 做了一个小选集 这选集一共有8本书 其中有一本 李湘岚与袁杰子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曾经为大家介绍过 或许大家还可以在YouTube 或者其他的地方找到 那一集的介绍的内容 其他的7本 包括他的志传 文化散文 关于电影 关于饮食旅行文学 乃至于关于日本古典文学的 各种不同的著作 也在最近已经出版完全 所以我想就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 正因为大家过去比较少 读到四方田全院的作品 就让大家借由 杨造坦书这个节目 能够对这位日本的作家 有更深一层 更进一步的认识吧 我们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的是 四方田全院 他所写的一本自传 书名叫做革命青春高校1968 当1968年这个世界性的革命掀起的时候 四方田全院他在念高中 所以他选择了这样一年 写了这一年当中所发生的 不管是大环境 大时代 或者是他自己在私人的空间上面 所遭遇到的事情 我们看一下他的自传里 讲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高中一年级的年轻老师 这个老师叫做上田振行 他还是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的研究生 在第一次上课 老师就对学生自我介绍 他说他正在写论文 是一个长篇论文 关于什么题材呢 是关于日本最早的小说理论家 二页亭四名的一篇论文 他还说到 这是他第一次教书 他拿起了指定的现代国语教科书 看了一眼目录 看起来好像他来上课之前 没有先看课本 没有先准备 然后看了一下目录 他的反应是什么 很不以为然说 哎呀不要念这些无聊的东西 下礼拜我来帮你们准备教材 说完他就走了 所有的学生愣在当场 但这产生了一个很有趣的效果 大家会因为这样 期待下个礼拜的课堂 下次上课的时候 上田老师花了整个周末来准备 他抱着一大堆印在粗纸上 那个时候是用钢板刻印的讲义 发给所有的学生 然后找了坐在最前面的学生 加起来两读其中的一部分 这个学生一念 第一句话就是 早知道就不应该要试字 那被指明的学生念得一头雾水 老师这个时候很得意 哎怎么样 很精彩吧 这首诗呢 是田春龙一所写的《归途》 你懂它的意思吗 学生说 一点也不懂 接着呢 又补充了一句 要是没有语言 人就不是人 只是猴子 这是诗里面的句子 但一念出来 全班哄堂大笑 那这个时候呢 老师已经有一点点 因为遇到不是他有来预期的反应 有点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那就叫另外一个学生 读下一首诗 下一首诗是古川雁的商人 第一句话说 我要成为大地的商人 那那个同学呢 活力很深 用几乎像是怒吼一般的大音量 把这首诗诗读完了 可是呢 老师还没问 那个念诗的同学 自己就回答 完全不懂 老师很难过 第三个学生读的是 颜天红的《感情的歌》 这篇作品 在作品里面列举了 学生江湖 聚乙烯酒 腰带扣 汇率等等 这些都是他讨厌的东西 又举出巴士站 二手书店 猴子猪 这是他喜欢的东西 结果非常的简单 这个时候 学生终于觉得 嗯 有意思 不会觉得不懂了 而有了积极的反应 上天老师在他脸上 也露出了 如释重负的表情 那这个时候 终身想起 这是他们上 上天老师的第二堂课 在这里他们遇到了 田春龙衣 古川雁 盐田红等等 这是现代诗选啊 在这些都读完了之后 接下来 上天老师又从 古川俊太郎 这是日本非常有名 非常重要的一位现代诗人 他的诗集 标题叫做 《二十亿光年的孤独》 另外是 《金子光琴》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 曾经介绍过他的作品 《金子光琴》的诗集 叫做《智女人的哀歌》 他都挑出了一些作品 用科钢板印刷的方式 那其实很费力 很辛苦的 用这种方式 让学生可以阅读 大概有半数的学生 完全无法接受 这个时候念到高中 他们还有小学 还有中学时代的经验 这怎么可能叫做 国文课所读的作品呢 因为这种诗作 和以前他们读过的 完全不一样 剩下的这一半 对于这位新教师极端的 实验性课堂 抱持着一种 接近反抗的态度 不知道 这种课 学这种东西 到底跟国语能力 国文能力 有什么样的关联 那四方田全宴就说 包括我在内 教室里面 只剩下四五个学生 对这种第一次接触 这是当下当前 日本最新的诗 感觉到强烈的兴趣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 当时发下来的讲义 是依照那一年 思潮社开始发刊的 现代诗文库 发刊的顺序 从每一位诗人当中 各挑选一篇 来映尺的 四方田全宴回忆时候 我单纯的 在田春龙艺所写的 《血》 还有《戏照》 这些字句里面 发现了前所未知的 新鲜的情感 古川艳的诗比较晦色 不过古川俊太郎 在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时候 因为爱犬死去了 而写下了一首诗 叫做《奈郎》 奈郎就是他的狗的名字 就让他直觉地 有了共鸣 原来诗可以写下 和自己如此贴近的东西 就像是对静在身边的人 轻轻地吹气一样 这让我有一股奇妙的安心感 上了一学期的国语课 再到第二个学期 哇 上天老师又有奇招 他突然在教室里面提议说 接着我们来读 现代小说吧 从哪一篇开始读起呢 竟然读的是 《大江见山狼》的短篇小说 《死者的奢侈》 作为教材 开始读 接下来给他们读《沙特》 给他们读《纳门·梅勒》 在上天老师的嘴巴当中 出现了很多文学家的名字 那这对于《四胖年权宴》 太有用了 他说我很快就陶醉在 这些未知的小说家当中 一般高中因为课程限制严格 老师很难进行如此前卫的课程 他所念的是教育大附属居厂高中 是向来能够考取东京大学 录取率数一数二的学校 外界普遍都认为 学生在校内一定都是埋头苦读 但事实上 正因为他们是这样的精英学校 所以老师可以有这种自由 自由地去选教材 应应学生的反应 接下来他回忆 60年代末期 蔓延着一股风潮 以尖色难懂 作为评定 艺术品价值的重要判准 例如说经典作品 电影 费里尼的《八有二分之一》 例如说 后面在他的自传里面 会有更多的铺层 John Cotrain 他的爵士乐 在日本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的特别的作品 像是子骨雄高的死灵 这些当时都被认为 晦涩难懂 这同时也就意味着 这些作品一定是具有高度的艺术性 80年代以后的艺术 多半以是否有趣来作为基准 相较底下 60年代的风潮 饶有趣味 青涩的少年 他们想要搬弄 稚嫩的装腔做事 最简便的方法 就是去接触 别人认为不会懂 很难懂的东西 当我的同学当中 有人知道 我经常去艺术电影院看电影 曾经还苦口婆心地劝我说 这对高中生太难了 最好别看 他说 心怀感激 我至此能够用这种形式接触现代诗 我自己觉得相当幸运 多亏了上田老师 我从来没有误以为 现代诗很难懂 现代音乐 现代排剧 现代绘画 在日本只要冠上了 现代这个形容词的艺术 就一定会被评为 尖色难懂 只属于少数爱好者所有 跳脱不了 瞎在了圈子 这是战后日本文化的样态 但是他不一样 我认为我自己很幸运 一开始就站在一个自由的位置 不受到由现代所建构的少数监测神话所束缚 因此他要特别回忆这位上田老师 对他深深致谢 我们休息一会儿 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 我是刘克香 亲近自己的城市 找回城市的温暖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听见台北的声音 拥有有颗热情的心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 FM93.1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造坦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魏大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四方田全院 他所写的 革命青春 高校 1968 1968年 真是一个神奇的年份 在那一年 全世界的青年 都在骚动当中 尤其是日本 那个时候 四方田全院 他在念高中 但是 他的生活当中 充满了许许多多 新奇的事物 例如说 充满了 以前没有听过 也不知道 应该用什么样方式 来认识跟理解的音乐 在回忆当中 他说 我周遭对音乐感兴趣的人 分成对立两派 一派对于 由电子音乐 开拓出来的 新摇滚世界 极为痴迷 另外一派 公然对摇滚 表示不屑 例如 介绍我认识 Beatles的戏骨 是属于后者 他对爵士音乐 一点也不关心 而爵士迷 则语气老成的说 哎呀 从我们 爵士乐的角度来看 摇滚 那是小孩子玩的 但我认为 这些区分 无所谓 1968年 对我来说 是开始接触到 Beatles的 这些人 摇滚乐的一年 接下来 到1969年 是我认识到 Jazz 或者是Free Jazz 的一年 接下来 他就记录了 都听到一些 什么样的唱片 我最早买的唱片 是由 Marx Davis 和 Geo Evans 爵士乐团 所组成的 标题叫做 西班牙树苗 我在地都无线 唱片行 平时 我只逛 摇滚唱片区 我第一次决定 要买 爵士唱片 但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当时我想 反正买 Marx Davis 就没有问题 这位西式的 小号演奏者 他的作品 我已经在 爵士咖啡馆里 听过 五月旋律 和 五月旋律 我已经在 爵士咖啡馆里 听过 Round Midnight 还有 Altern Leaves 这些 这都是 Marx Davis 的经典乐曲 我不算陌生 所以 从几十张 他的作品当中 特别挑了 西班牙素描 大概是因为 乐曲解说的部分 特别介绍 我在广告里 听说过这首歌 他的原曲 是 Raligues 他所创造的 吉他斜奏曲 在唱片风套上 黄色背景 用剪影 呈现 小号手 像斗牛一般 拿着乐器 跟牛对峙的模样 让我一见钟情 这是另外一个理由 从西班牙素描 进入爵士的世界 是信或不信 在爵士迷之间 会有不一样的意见 但这张唱片 没有热火般赤肉 那为什么 会有这种争议呢 因为这张唱片 既没有烈火般赤热的 小号 也没有半开玩笑的 钢琴演奏 或者是宛如 尼加拉瀑布一般的 鼓手的独奏 Jill Evans 巧妙地配置 铜管和木管 在隐隐点缀 竖琴声的那种 细致调度功力 足以和拉威尔相匹敌 后来 爵士乐评家 在日本的平纲正名 曾经对我说 所谓爵士乐 就像握住 搞完之后 留在手上的臭味 但是呢 没有一张唱片 像这张一样 离那臭味 如此的遥远 好奇怪的比喻啊 不过 四方天全院说 第一次榨干 我原本羞涩的软囊 换来的这张唱片 完完全全 掳获了我的心 Miles Davis 的小号声 最初犹如 云层覆盖的天空 一般的忧郁 不久之后 却变成了雪般一般 展开管弦乐 接着 又加入了 Chembers 的 Bass 展现出 展现出爽力的效应技巧 Chembers 虽然没有用很多音 但他的每一个音 都有唯妙的色调的差异 他不追求突如其来登场 来展现妙技 而是先让其他人 充分难抢 烘托了之后 再在绝妙的时机出场 赢得满堂彩 回头看看 唱片封套 把 Miles Davis 比喻为 明星斗牛士 他就觉得 再恰当不过 听过了 Miles Davis 之后 接下来听的是 Dizzy Gillespie 他说我很震惊于 他的饶舌 也就是 用这么多音 这才知道 那又是另外一种 完全不同性质的音乐 随着呼吸 不断延续的高音 像句齿一般交错的 Bebop 音乐 那当中有一种 特殊的气味 有朋友当中 相识而发的那种 轻易的嬉笑 相较之下 Clifford Blanc 就比较抒情 而 Booker Little 则有一种 清明 帅直的感觉 一直到现在 当我想到 纯净的这个概念 都还是会想到 Booker Little 他在 伯利很惯的 几张唱片 这真的是 非常有趣 而且非常深刻的 对于爵士音乐的 描述跟评论 让我们再读下去 他说 但是当我从西班牙树描开始 继续听其他 Mel Stavis的LP的时候 又获得了更多的惊喜 接下来 他提到的是 Birds of the Cool 还有呢 In a Silent Way 以及 Beach's Brew 这三张唱片 风格回忆 简直难以相信 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第一张是 精心编辞 毫无破绽的短片集 第二张 充满了梦幻清冷 和优雅 最后一张 给人混杂了 在热带丛林暗处 去追逐怪物的那种热情 以及 狩猎仪式 顺利完成了那种 安心感 好妙的形容 他说 我开始迷上 Mel Stavis音乐 还在 涉谷道悬版 途中的 三页乐器行 干了什么事 特别去买了小号 那个时候 我请店员 装上热音器的时候 对方露出了 狐疑的表情 但无论如何 我就是想要重现 西班牙素描里面那种 唯妙消音的技巧 可是 他没有正式 拜师学艺 终究只是靠自己 随意摸索 上了大学之后 受到蓝杯店 这个音乐社团的 小乐队制药 当时一度 想要重新开始学习 但最后还是 无疾而终 他说 尽管对小号的迷恋不在 但我对音乐家 Mouse Davids的敬意 始终未曾消失 他在70年代 把节奏分得更细致 又再加上 引进了Kongaku 还有Sita琴 这些民主音乐 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让我在他身上 感受到 艺术家独有的一种 道德观 这个男人 毫不在意 过去的辉煌名声 还有他的疯狂经历 他只在意 要飞得更高 以至于他可以 淡然地牺牲一切 他引用了 Henenshar诗人 一句诗 叫做 未完成 才是顶峰 他说 我想再也没有 其他的艺术家 能够配得上 这句话吧 Mouse Davids 他毕生当中 他的 爵士乐团里的团员 来来去去 他也经常邀请 刚出道的年轻人 从John Courtrain 到Chicoria 接下来到 Keith Jarrett 众多弟子 在诗门修炼完成之后 自立门户 获得了商业上的 辉煌成就 当他们开始 创立流派 Mouse Davids的身影 已经遥遥在前 他就再去找 其他默默无名的新人 来吸收合作 再去开创 前所未有的演奏 从某个时期开始 Mouse Davids对我来说 就不再是一个 作风大胆的小号手 他就变成了 出现在莎士比亚的戏剧 暴风雨当中 那个企图结合 艺术跟魔术的 Paspero 他说我对于 John Courtrain的印象 就和Mouse Davids 截然不同 John Courtrain 他是一个 要达到个人的 绝对探究 不惜任何努力 和忍耐的艺术家 例如说他的名曲 My favorite things 这首单纯的音乐剧曲子 他会演奏十次 几百次 到最后呈现出的是 一点不留 原曲风貌的 变形了奇特的魔幻作品 John Courtrain 经常采取这种 非常费力耗神的大功臣 四方天全院曾经 沿着John Courtrain 演奏的轨迹 依序听过 他录过的所有 这首曲子的不同的变化 1960年 他最早录音时的录音当中 先有 钢琴 鸣快演奏 主旋律 接着是Courtrain 的高音 萨克斯风 重复主旋律 这个时候 钢琴 开始即兴演奏 最后Courtrain 再度出现 在某一些乐段 可以同时听到 两种乐器的声音 乐曲就在这 优雅的妙技当中 迈向尾声 演奏当中 坚守乐曲 本身的结构 每一位 一一施展 他们得意的弃法 依序 交替上阵 这是很传统 很正规的 爵士演奏方式 可是三年之后 在Newport的 爵士音乐节 录音的气氛 就完全不一样了 成员们 不再客气交替 而是展现出 对方一有破绽 就紧恰三寸 充满攻击性的 对决姿态 John Coutrain 一方面迎战 鼓手接连的挑衅 同时自己 也不断地 发动挑衅 再过三年 1966年的 录音当中 演奏的时间 被增为 一开始的一倍 过去一直忠实 跟随他的成员 除了一位 贝斯手 这个手都不在了 都是新面扣 这个五人乐团 光是萨克斯翁首 就增加了两位 在一般 爵士乐团当中 很少有这样的辫子 各个乐手的独咒 宛如曼草一般 互相残卷 无止境 纠结的模样 像是非洲丛林一般 再也无法认出 原本 My favorite things 这组曲子的 华尔兹痕迹 光是这一段 为我们形容 1960 1963 1966 John Cotran 三度录 My favorite things 的这种 音乐进行的方式 就让我们 非常好奇 好想要 赶快来听一下 这些录音 这是四方田 泉燕 他的文词 特别的魅力 他用这种方式 回想他的高校 1968 感谢您的收听 下个礼拜一 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